消息兩月指引 整個緊縮的狀況 所以在這邊還是要再次的拜託大家 勤洗手戴口罩保持一定的社交距離 我們一起來防疫一起來不要跟著 再次的祝福到 我們還有記號在那邊嗎 我們這次的疫情首當衝擊 應該就是我們的觀光產業 包括我們的旅宿 包括我們的計程車 以及遊覽車 還有我們的餐廳 那民宿等等都是在第一線 受到最重要的一個衝擊 那除了我們中央的疏困部分 我們今天特別請了黃正聰老師 他長期以來都在我們的觀光旅遊行業 福島為何的業者 請他們來做相關的福島說明 除此之外 我們縣政府這邊也有針對我們的中小企業 以及我們的一些個人業者的這個紓困 包括個人100 那中小企業是300 你只要跟這個中小企業呢 談完之後 那只要中小企業一帶的話 我們縣政府是一年的這個免費的一個利息補貼喔 那這個部分的話 等一下專家也會學者也會跟大家做個說明喔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在這個過渡期間能夠呢 讓我們的鄉親能夠呢這個順利的走出這個疫情喔 那在這邊也要拜託大家有關於我們的勤洗手以及戴口罩 還有保持一定的社交距離 我想大家一起來遵守 那我們的業者也能夠做好我們相關的防疫 我相信我們的民眾他就會沒有這個顧慮 也能夠這個利用時間喔 分散人群 那一樣的去做他們的這個休閒生活 那在這邊期許跟大家一起來這個努力 我們一部分要來這個防疫喔 我們很重要要來防疫 但是我們的經濟還是要繼續走下去 所以在這邊跟大家一起來